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刚 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到家常菜 小葱烧花莲 首先我们准备新鲜宰饰好的花莲一条 从鱼尾下刀把鱼剁成两边 再以同样的方式取下花莲中间的骨头 同时把1 2分的鱼头剁成2块 鱼骨头剁几刀即可 剩下的鱼肉直接切成4片 鱼肉切大块的目的是使其不容易煮烂 下一步开始洗鱼肉 盆中加入适量的食用盐 用手轻轻拌匀即可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清洗干净 这一步的目的是减少鱼的腥味 清洗干净之后捞出沥干水分 下一步开始准备辅料 首先在搅拌机里面加入50克小米辣 加入60克红泡椒 然后把辣椒搅蒜备用 也可以直接用菜刀剁碎 准备生姜1小块拍散剁碎备用 准备酸菜1小把切碎备用 准备大蒜150克切成颗粒备用 准备紫浆150克切成片备用 准备小葱200克切成小段备用 其中需要把葱头和葱叶分开放 最后准备香菇1个切成小块备用 鱼肉沥干水分之后再次加入适量的食用盐腌制 再加入适量的红薯淀粉拌匀备用 红薯淀粉不能加的太多 只需要薄薄的一层即可 下一步开始制作 首先我们把锅烧热 锅烧热之后加入宽油 然后开中火把油温升至五成热 油温五成热之后开始转小火 然后依次下入鱼头鱼骨和鱼肉 这一步的目的是让淀粉糊化 形成锁水膜 十秒钟之后捞出备用 然后再倒出宽油 下一步开始准备熬汤 锅中加入适量的猪油 猪油烧化之后加入适量的蔬菜籽油 油温五成热之后加入大蒜下锅炸香 中途加入切好的葱头一起炸香 葱酸一起炸香之后捞出备用 然后加入青花椒和红花椒各一小把 不能吃麻味的同学也可以附加 花椒炸香之后加入打碎的小米辣和泡椒 翻炒几下之后加入少许的豆瓣酱 豆瓣酱炒香之后加入准备好的酸菜和生姜末 然后转小火翻炒两分钟把酸菜炒香 酸菜炒香之后加入适量的清水开大火烧开 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 再加入提前切好的香菇 下一步开始调味 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盐 加入少许胡椒粉 加入两颗晒醋 加入适量的生抽酱油 然后把划好油的花莲下锅 再加入炸香的大蒜和小葱头 最后转小火烧6分钟 这一步的目的是把鱼肉烧透入味 6分钟之后加入切好的紫浆下锅 紫浆断绳之后加入适量的味劲和鸡精 不喜欢味劲的同学也可以忽略这一步 然后捞出鱼块放入盆中 重新把锅中的鱼汤烧开 加入切好的葱叶下锅烧至断生 然后把汤汁淋在鱼肉上面 最后加入适量烧热的菜籽油淋在盆中即可上菜 比较鲜辣香嫩的葱烧花莲就制作完成 下面开始技术总结 第一花莲可以剁大块一些 增加烧制的时间即可入味 第二葱头和大蒜需要提前炸香 烧鱼的时候再下锅 这样可以让香味更有层次感 第三烧鱼的时候不能大火 否则容易冲烂 最后出菜的时候再泼热油即可 下面开始成冰展示 关注美食作家王刚 这里总有一款属于你的菜 观看 点赞 News